六个B了,对方再输一个B,那么就要下去休息了,还有六个B了,再输一把就要下去了,这跟小孩做伙伴了,他们两个今天晚上真的是,对吧,状态很迷啊,状态很迷啊,表哥打少年有点,刚开始有点不太适应,现在这手感越来越好啊,反观这边小孩跟M大师, 这个游戏真的是看状态啊,看状态,如果你经常关注十四比赛朋友,应该也了解他们这几个人的水平对不对,只能说啊,风水轮流转吧,风水轮流转啊,都有一个好的时候, 今天晚上大表哥手的应该说没问题的,现在他的手法已经没有了,对方的手法爱丽丝,S选择了金身小套动腿这个逆向成功,继续保持牙日下盘精髓,投三招接万图斯瑞之后,江丽德开始下盘偷袭,小哥,哎呦去啊,万图斯瑞在接小圣龙真的是完美的一套牙连血, 可以拽宝宝回家,晚上拽宝回家,M大师这把要开服了吧,你觉得M大师能赢这把,刷一个6啊,觉得表哥能赢刷一个6啊, 大表哥这边我们来看一下他的... 欸? 嘿嘿嘿嘿嘿 好啦,大家好,欢迎他们来到直约 欸? 一条地压力上成功,我去这把不会一条三吧? M大师现在很猛啊,大博哥凹打招,我去这个凹完了 圣龙,被对方一条三了